他是谁 他是君王 他来做什么 他来教导 川福音 医治病人 将来 更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审判世人 他是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等候他 与他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诗伟 今天我又来和大家一同 来分享马太福音 第五章二十一节 来开始看 在这之前呢 我们讲了耶稣基督 对于律法的观点 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 就是上次讲的最后一节 他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 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也就是说 耶稣告诉我们 就是在新约时代的 来跟随他的人 我们的义 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呢 在犹太教时期 或者当时 他们是非常遵守 这些律法的 也就是耶稣在这里 告诉大家 他来不是要废掉 律法 而是要成全律法 那么这个观点 在今天和接下来几次 就会从五条新的命令上来看 一个是关于仇恨 一个是关于奸淫 一个是有关启示 然后有关反应 还有关爱人 这样五个方面 来耶稣给我们教导 告诉我们如何 让我们的义 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因此这也可以 看成耶稣基督 亲自来教导基督徒 就是他的跟随者 也就是今天的 基督教的伦理学里面 最基本的五条 我们今天主要来看 关于仇恨 我们先来看经文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说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这一条我们看见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杀人偿命 这句话大家都有所理解 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包括特别有代表性的 像金庸的小说啊 这些都是因为杀人偿命嘛 所以其实就是代代都来复仇 金庸小说整个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复仇 然后像水浒就是替天行道 所以他都是有一个仇恨 引起一个杀人 然后杀人又引起一个报仇 也就是说都是杀人偿命 那么耶稣怎么看这个仇恨呢 我们如果从人们的角度 或者从我们一般 就是所谓良心的角度 我们都会觉得仇恨 是很多是情有可原的 就像我们说杀人者 他都是有原因的 当然今天在社会上 有很多无差别杀害 但是无差别杀害 他也是对社会的仇恨 他这个仇恨也有原因 因此从自我出发 任何仇恨都有理有据 也就是说大家经常讲的 到了监狱 你就会发现没有人是罪人 大家都说我犯罪 我杀人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到了教会呢 就大家都称自己为罪人 那我们看耶稣怎么看仇恨这件事 他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就是说不是你杀了人才受审判 而是你动了怒就受审判 因此神的审判和世界上的审判呢 就不一样 世界世人的审判是按照行为来审判的 就这件事情你做没做做出的结果 但神是按照你心里的动机 心里来审判的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 神的审判是更公义的 因为人和人之间什么是罪呢 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审判别人的时候 我们认为对方该死 我们仇恨他 因此有的人呢 因为他正好有这个机会 或者说有这个胆量 他将这个仇恨实行出来了 实行了这个审判 他杀了人 那有些人呢 我们非常恨人 但因为我们的性格啊 文化啊 或者我们的教育啊 使我们没有能做出这件事 那这个社会是不审判我们的 但是我们的教育啊 我们所处的环境 我们的性格等等 这些人跟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那神不会按照这个差别 给予不公平的审判 神按照心理 就是你心理希望别人死 这就是杀人 因为他说 凡骂弟兄是 那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 也就是说骂人 你虽然不是杀人 但是你是因为恨而骂的 凡骂弟兄是摩尼的 难免地狱的火 那这些都是骂人 也是咒诅人 其实摩尼啊 那些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咒诅 然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这里讲到我们献礼物 其实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过程 今天我们来服侍主 其实我们想要来爱主 来为主做工 神要我们是圣洁的 来到他面前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于 轻忽了神的圣洁 我们跟别人甚至有怀恨 甚至和弟兄没有解怨 我们就来服侍主 甚至在服侍主的过程中 我们仍然会彼此仇恨 彼此甚至咒骂 那这些包括有些基督徒之间 那种互不相容的那种血气的真骂 甚至人生的伤害 而不是争论啊 并不是神学和思想的争论 是那种咒骂和伤害 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一边来服侍这个圣洁的主 那其实神是不喜悦的 因为无论是我们 还是我们所恨的人 对方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他这里讲到 弟兄之间怀怨的 就要先和好 然后再讲礼物 现在谈遣 就是这是讲的一个献祭 那我们献上生命为基 来服侍主 其实也是更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将自己献上的时候 我们的身心灵 是一个分别为胜的过程 不能够里面怀怨和怀恨 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二十五节 他说 你同告你的对头 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西 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衙玉 你就下载接你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这里其实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耶稣基督呢 也是教我们一种 处事的一个智慧 这个处事的智慧就是 不要和别人起这种冲突和对头 对头就是争闹 以免自己被告 被吓在间里 所以就是仇恨会使人跟人之间争斗 无论是我们的文化中啊 身边的故事中啊 还是中国的小说里面 我们都看到 其实仇恨最后就是使人两败俱伤 仇恨最后害的 真的就是自己 那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方面的意思 我觉得 也就是说 他用人世间的这样的审判官 也来预表神的审判 就是说当你和你的弟兄 跟前面一段是相连的 你和你的弟兄 在这个去审判官面前的这个路上 就要和好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见主的面 我们在见主面之前 我们在来服侍主之前 我们彼此和好 以免到主面前的时候 真的 我们也要被审判 包括我们里面的那个恨 那个血气都会被审判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看中最后做出来的事情 在旧约律法里面 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所遵循的律法里面 也是不能杀人 不能伤害别人 那耶稣给我们看 为什么说我们要胜过他们的意义呢 就你不仅不能做出来 你更要关注自己的内心 就是你不仅要关注那些表现出来的恶 你更要关注你里面的恶 你口中咒骂别人 你行为上伤害别人 都是因为你里面的恨和恶 所以你要看到上帝的眼目 不是只看你做出来的 上帝的眼目是更看你心里的 这就是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地方 耶稣要求我们来成全律法 不是只在行为上 好像被律法所约束啊 使得我们行为上要来被约束到 或者被审判 因为惧怕而来被约束 而是要我们从内心深处 看到上帝的喜悦和震恨 要从内心深处来像是面对神一样 从内心里面洁净 没有仇恨 也就没有咒诅 自己不当神 就不以自己为神来审判他人 就没有仇恨 一切交给主来审判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义 是从我们里面圣发出来 而不是仅仅遵行律法的人 他遵行诫命的人 他是在外面的遵行 他里面仍然一直犯罪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仇恨 总的一句就是 仇恨如果从自我中心出发 仇恨都有理由 都有原因 但是神却告诉我们 要将这个审判的权利交在神手中 我们不可来恨人 当然我们不恨人 也就不会去杀人 好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 真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承认 我们心中常常怀有怨毒 仇恨 主啊 真是你来光照我们 虽然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不敢去杀人 我们也没有去动手来害人 但主我们在你面前 真是吃怒敞开 我们看见我们里面 真是与杀人和伤害人是一样的 我们恨人 主啊 真是求你 真是来除去我们里面的恨 除去我们里面的恨 就能够除去我们口中的咒诅 除去我们行为上的 害人的行为 亲爱的主 这一切的洁净 都是让我们分别为圣 让我们重新 从以人为神 以自己为神的宝座上下来 将这一切的审判的权力 交在你手中 主啊 我们要听凭主怒 而不自己来恨人 亲爱的恩主 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从心里来遵行 天国的律法 来遵行神的这些教导 而不是在行为上的惧怕 亲爱的主 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 不再恨人 而单单为 那真是以我们为敌的人来祷告 主 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